俄乌戰爭當中小型無人機 常被運用攜帶炸藥進行攻擊 俄國防部公布了最新一集 國防線上影片 首艦官兵操作載有炸藥的無人機 模擬攻擊車輛和小艇 未來也會依照需求成立 實驗性的邊狀部隊 這架四軸無人機上方 纏繞長方形物體 機體下掛物件 升空後朝目標攻擊 車輛瞬間碎裂 海上小艇也精準命中 國防部公布最新一集 國防線上影片 首度曝光官兵操作 攜帶爆裂物的無人機 模擬攻擊車輛小艇 未來將尋求與國內無人機產業鏈合作 建構可視國防工業 同步也會依需求成立實驗性 編裝部隊 不排除未來成立實驗性 編裝部隊提升戰備能力 尤其共軍侵擾不斷 國防部表示共機 從十五號上午六時 到十六號上午六時 升獲中共二十三機艦 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 一隊友共機 距基隆約四十三里 軍事專家認為 四種無人機在烏鱷戰爭中 幫烏克蘭擊敗俄羅斯的裝甲部隊 無人機 無人艇都會是未來建軍趨勢 不只用在不對稱戰力建構 也是各國要面臨的作戰型態 由於中國早已廣泛將無人機運用在戰術上 建議國軍訓練人員可從海軍陸戰隊 獲籍陸軍機部單位或後備步兵 提升戰力也要強化國內戰時救災量能 公路局台東公務段十六號下午 模擬台東大橋引道被炸彈炸破得及時搶修 台東公務段表示 這次有三十五名教育召集員參與 透過訓練渴望同仁遭遇緊急狀況時 能分工明確確實掌握修復進度 記者王庭陳顯坤張明哲高雄台東報導